记者吕一轩台北报导 马来伊仙国会议长哈利玛 Helma Yacob 今天就持新加坡首位女总统 总统蔡英文清签姓韩志赫 蔡英文在韩中表示 台湾正是与新国的双边关系 现也正推行新南向政策 为双边关系注入新动能 叛与哈利玛总统共同努力深化合作 新加坡左13 天举新手届保留制总统 选举候选人提名哈利玛 为唯一符合参选资格的候选人 依法自动当选新国第八届总统 成为新国首位女性总统 新加坡总理府公布 哈利玛总统已于今14万6点宣示就职 蔡英文总统于第一时间 以清签姓韩志赫 赫韩中特别恭贺哈利玛 成为新加坡第一位担任总统要职的女性 同时表达对台新关系之珍惜 她强调台湾重视与新加坡在双边区域及国际层次上的合作 目前推行的新南向政策也相信能为台新双边关系注入新动能 台湾与新加坡在经济观光文化教育及科技等领域长期密切交流 2013年签署台新经济伙伴写订 杰布蔡总统写道 盼未来与哈利玛总统共同努力持续深化及拓展台新合作关系 加汇彼此人名 哈利玛总统自2001年起担任新国国会议员 并自2013年起担任国会议长 从政经验丰富 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支持参选新国总统